Hello 大家好 又到了收市之後的EJ Market的時間 首先 過了四天的遊場假期之後 大家是否玩得很開心 不知道有沒有朋友 現在在海外看著我們 如果是的話 我們說個Hello 知道這幾天其實仍然有不少朋友 在旅行或放大假之中 市場就預了去剩 但剩之餘呢 我覺得都不錯 因為今天的成交也有827億一千萬 其實比上星期五 即是臨聖誕長價前的成交也略多 上星期五只有700多億的成交 其實能夠有長假期中間的那幾天 都能夠有8百多億成交 看到其實投資者戰意都挺高昂的 而今天大使相對來說 高低波幅都是窄的 都是百零點的波幅 今天大使高開54點之後 最多升為115 最差的時候就是跌過62 還要收市輕輕升19點 就是收29597 升幅0.1% 而國企指數 今天就 表現就真的先升後跌 公開市15點之後 曾經升過79 亦都跌過70 總之收市就跌35 報11617 跌幅0.7% 都是說百多點的波幅 而今天整體大使方面 不要理會指數 雖然說你只不過是升19點那麼多 其實今天整體來說 市升得挺健康的 整體大使就有五成一股份上升 含指成份股就六成半股份上升 而國企指數成份股就有三成八股份上升 我們再看看十隻會約港股 全人收市價 第一位就是騰訊 今天跌了4.6% 跌1.13% 平安跌2元跌2.41% 建行輕輕升6先 公行跌3先 匯控跌2毫 南方A50 ETF跌3毫 信譽光學顯著跌4.6% 跌4.62% 有幫保險升5毫半 瑞升跌5.25% 3.65% 用創中國升1.45% 升4.79% 因為當然大家的焦點 就在這些手機股上 沒錯 我們看看今天 為何這麼有趣 其實今天整個大使上升的股份佔多數 但是指數就是升19點 不如我們看看指數成份股的表現 那就知道了 沒錯 現在我們在螢幕上見到的就是 40隻 那麼多隻行指成份股的表現 你看大頭的跌幅大的 就是信譽 然後瑞昇 保險股不跟 平保 國壽也不跟 騰訊也不跟 只是他們幾隻 這些都佔了這麼大部分 所以你看到指數金其實就不太去 主要就是幾隻手機股 以及幾隻保險股的拖累為主 最主要是 好了 手機股的表現 你看完昨晚 蘋果公司的股價就知道 有消息指 就說蘋果公司 就修訂了他們iPhoneX的銷售預測 就是往下調了的 昨晚蘋果的股價顯著跌了百分之二點五四 新一百七十五號七美元一股 跌了四個四號四 而台灣經濟日報就引述蘋果的供應鏈消息 就是說蘋果的iPhoneX銷售沒有預期這麼好 蘋果公司就大幅削減明年 即2018年第一季的訂單 是由五千萬部 大幅調低到只不過是三千萬部 下條幅度去到四成 今天這些手機股就成為重災區 其中瑞昇和順宇也入了十大 跌幅顯著 包括歌偉電子3.4% 優泰電子4% 紅藤科技跌幅4.1% 不過順利 韋士和比亞迪電子仍然上升 以順利升為4.3% 升幅較大 以接蘋果訂單為主 那幾隻跌幅顯著 除此之外 今天手機股跌得顯著 保險股也是普遍下跌 看看汽車製造股 裡面有幾隻表現不錯 其中有些消息就是 以亞比亞迪公布 與青海鹽湖工業和深圳市 卓域成投資成立合資公司 建設連產三萬噸電磁級的 碳酸里項目 總投資價48億多人民幣 比亞迪今天升幅5.8% 也有理想升幅的汽車製造商 包括北京汽車 升幅3.6% 華盛中國升幅1.3% 吉利輕微上升 另外廣氣長城電子 和東風輕微下跌 今天只不過升19點 但其實上升的板塊不少 另外好似汽車內的 汽車零件股 裡面除了信邦和福耀玻璃下跌之外 都是上升的 以信邦和福耀玻璃升幅5.7% 升幅較大 而汽車零售商 也在電池股中 是五龍電動車不動 然後超威動力的升幅7% 李氏升幅4.7% 光宇升幅3.8% 升幅都是顯著的 另外 汽車零售商方面 是潤東風起跌 正通輕微下跌7% 其餘都是普漲 而中星控股升幅4.1% 還有一類內房股 好幾間勸商出了報告 包括中金 中金的報告表示 近日召開的全國住房城鄉建設工作會議 對2018年工作任務做了部署 差別化調控基調不變 這個政策 什麼是差別化呢 就是手套房是OK的 是調控主要是針對手套房以外 那些二套三套房而已 差別化調控的政策基調不變 強調滿足首置物業 剛性需求和改善需求 中間認為內房股調整接近尾聲 建議趁低吸納這幾隻股份 就是中國海外、龍湖、富力地產、宇洲地產和合景貸富 另外德銀也對於內房股 一堆內房股推出最新的看法 不能盡錄了 說大那幾隻 包括中國海外 12目標價 德銀看30.63 龍湖看23.17 華養子地看27.1 用創中國看46元 碧桂園看15.1 恆大看26.5 全部投資平均都是買入 世物房地產 十二目標價看19.1 中國金貿看3.8.1 旭輝看4.8.2 萬科看36.3.1 遠洋地產15.2.7 龍光地產就看9.66 全部平均都是買入 其實還有很多不能盡錄 就先看著這麼多隻 內房股今天表現都很出眾 一線內房股中 以櫃桂園升5.7 升幅最大 融創中國升4.8 恆大升3.3 內房股似乎是這樣的表現 好像泛來一樣 一線尾內房股中 以櫃桂園升6.1 中國金貿升5.3 遠洋集團升4.4 世物房地產升3.3 升幅較大 二線內房股中 以新城發展升幅至8.8 街市的升幅4.5 還有六成中國升幅2.7 以及SOHO中國升幅至2.5 升幅較大 還有煤炭股 煤炭股方面都有些原因 中金也發表了關於煤炭股的報告 它說國家統計局的數據顯示 11月全國的原煤產量3億噸 安年跌了2.7% 一至11月累計產量30億3600萬噸 按年只不過升了3.7% 增速比10月收窄1.1% 即是產量即供應就少了 但與此同時 由於天然氣供不應求 就加大了動力煤的需求 即是煤的供應就少了 但需求就大了 而國家能源局近期也要求煤炭企業 要釋放部分煤炭產能 去保障民生取暖 所以今天煤炭股升幅幾顯著 也要演奏煤升幅至6.7% 煤炭升幅至5.2%升幅較大 除了煤炭股之外 另外看看光復股 光復股最近做得很好 也有消息 瑞信最新的報告指出 華發改委公布明年光復化電 上網電價減幅 遠比市場預期低 行業會維持高盈利 相信多晶龜和太陽能晶片等 上游製造商最受惠 他們短期首選就是保利協欽 12個目標 在過白投資評級就是跑型大市 今天光復股繼續表現理想 其中是保利協欽升幅1.4% 反而今天陽光能源升5.7% 信義升3.5% 和熊貓六能升2.2%升幅較大 除此之外還有煤氣股 今天表現理想 煤氣股也說應該有些旁阿新 今天以603中油煤氣升幅13.2%升幅最大 然後講為煤氣升2.7% 不過新澳能源和中油煤氣就下跌 亦試下跌 然後還有鐵路基建股 說市場不動就是炒了他們 鐵路基建股一直都跑輸大市 來不來今天整版都彈 其中二隻中車升幅2.9%升幅最大 然後中車時代電器升幅1.5% 還有重型設備股今天做得非常出色 你看升幅最小的中聯重波都升幅4.9% 升幅最多的三一國就是升幅5.9% 整版都升得很好 還有鋼鐵股都普漲 二就是重型鋼鐵升幅5.4% 接著就是西王特礦升幅2.9% 和安國升幅2.8%升幅較大 基本金屬股裏面 除了中旺無起跌 輕伏內業輕微下跌一線之外 都是普漲 而江西銅和樂園木業升幅3.4%升幅較大 還有今日的水泥股 是亞洲水泥逆市下跌 其餘都是普漲 以環水泥升幅2.6%和金魚管 升幅2.3%升幅較大 還有今日的軍工股 零零細細這幾隻升幅很好 一六一中航國際升幅6.5% 中國航空工業國際升幅4.4% 和航天空股升幅2.2%升幅較大 但是中船和航空科技工業輕微下跌 而內地股市方面昨天已經開始了 但是內地股市 今天很多國企股都做得好 但是今天內地股市是普跌的 上證指數最厲害都是升過1點 接著差6點就是全日最低位收 收3275跌30跌0.92% 乘加1982億多人民幣 深證成份股指數最厲害升過5點 以全日最低位10911跌110點 收市跌1% 而深圳創業版指數最多都是升過2點 結果跌13點 差2點就是全日最低位收 收1745跌幅0.8% 為什麼要不厭其飯和大家看 這麼多版不同的股份呢 就是想和大家看 今日指數雖然只是輕微升19點 但主要都是保險股 和幾隻手機股不肯去 其實今天很多版塊是支持著大市的 所以跟過去兩個交易的看法都一樣 似乎在技術走勢上面 有條件在往上挑戰今年的高位 即是接近30,200點那個位 我想30,000點全年收的機會未必那麼大 但是應該都會是 似乎都是想往上挨近30,000點 那邊收的機會較大些 所以就特別成交又靜靜地 如果不是因為蘋果公司突然間 弄一單這樣的東西 說調低了iPhone X的消情預測的話 那市場應該會更好很多才是 好 看看誰在這裡 今天有Hello 有Gavin O 有道比 聖誕新年好 還有聖誕假期 有大飛合 有Emac Wong 有Siree Wong 有Jojo Leung 還有Calvin E 還有PC Hunter 還有Calvin說3396搞什麼 又說202 可不可以受到人大通過香港高鐵一地兩檢 決定去解僱 嘩 如果你勉強要說今天鐵路經營做得很好 香港這段應該對他們來說是很小的 我又不覺得像這樣 還有這些工程的東西 早就收了錢 好 還有Tech Fight Chan 還有盛玉忠 還有Anson Nicole 有幾位朋友都想嘗試用我們EGFQ的 我們信物獨家研發的分析工具 EGFQ看看幾隻股份 看看Anson說的那隻中金 不如轉過去 好 中金就是3908 好 今天中金是15.86 跌2號 2.1% 1.3% 是RA加 RA加這一個圖 是用於是一個很簡單的 一圖體通的方法 않는向股本的相對動力 股價的相待動力強還是弱 現在的功 Rebel 是改善 看到股價動力 這領先搖的級別 是轉差距 Frieden 中金 mer Mia 우uben 他都是這個風格 這個風格 圓點較大的風格 跌pled 其實仍然都是落後區 但开始邁向改善區 剛答到 最理想的就是由改善往東北方向領先 最理想的就是這個區 再往這邊走 這就是最理想的買入時機 現在這些就叫做15、16 強和不強之間 未肯定 如果我們再看基本因素 我們EGFQ裏面還有另一個很好的工具 叫做FactSet FactSet顧名思義就是一套的數據 一套的Fact 這裡可以看到它現在是平定季 例如它的中金 這個剛剛沒有了 我們可以看看盈利預測走勢 盈利預測走勢方面 就是2017年的預測 盈利預測就是按年升26.4 即是說今年的盈利是比16年有改善 18年的盈利預測就是按年升11.6 而分析員的看法就是怎樣 有7個分析員就cover了中金 有6個就認為是買入或者增持 而認為持有就是有一位的 那你自己可以參考一下這個看法 另外就是 3396 我們再看一隻 Kelvin Kelvin說看一隻3396 好 聯想 嘩 聯想 很難說的 你這樣衝上來就想都不用想 當然漂亮得不得了 你看 現在聯想自己在領先裏面 重要的股價相當力當然是強得不得了 你這麼大人上來 但我覺得值得欣喜的地方 就是因為現在有新股東加盟 新股東覺得聯想 這支聯想是3396 覺得3396 他覺得很underweight 他看得很好 那原本通常這些 應該是見光死的 見了消息之後應該是回吐 但今天都沒有回 仍然都有不創的表現 那代表什麼 如果持有 你繼續持有先看著先 其實這個RA加圖 還可以參考一個就是他以往 就是他以往最多 那個相對動力最遠可以去到多少 那這裡就可以看到 是過去一年聯想企業 過去一年的 我們可以看看這個play 這個就是過去一年聯想 那個相對動力圖 已經是否顯示 他一直都是沿著走 一直都是 嚴重 一直都是落後 真是嚴重 今期來說就開始好些了 去到近期來說 突然一衝 好 看完之後 不知道你們是否感受到 即是說現在的相對動力 在過去一年來講其實是未見過的 即是代表有機會超賣 其實這些位置應該看實 將指站位一路一路往上推 就看得實的 是應該這樣做法 聯想就是 好 再看看 嬌嬌2又不同 嬌嬌2就同 聯想控股和聯想集團是兩回事 好 如果看聯想 聯想集團主要做電腦和手機 聯想控股就有投資地產和其他投資股份不同 我們看看聯想 咦 992如果以股價相對動力圖來講 這個又不錯 可以繼續持有 如果根據RA加圖顯示 股價相對動力圖去看 好了 至於它現在是便宜還是貴 就可以看看Best Set 這個就是分析員的看法 但是分析員還未更新 現在15個分析員 聯想集團仍然是持有 即是992 買入只不過是2個 沽出就是7個 其實聯想集團有些會不會和聯想控股是水漲船高呢 那我覺得992就真是 我想E-Mac王你的看法就是想看看 究竟它不會落後 既然追不到媽媽追兒子 那我覺得就 看實一點了 好 再看看2202萬科 我又覺得我都很喜歡剛才那兩間勸箱 真的有些回來了 內房股都弱了這麼久 好 我們看看萬科企業的股價相對動力圖 不錯 正 理想的就是剛才不是說的 最好就是在這些位置向剛剛踏入領先驅 還要那個走勢向著這邊走 他的股價相對動力是強 開始叫轉強 咦 有得想啊 真的有得想 好 至於他的分析員的看法 是怎樣 14個分析員看買入爭持 2個持有2個認為沽出 他現在的市盈率不算很貴 他只不過是偏離他的中位數0.7個標準差 真的不算很貴 但不算便宜 不算貴 都相對算是合理的 視像率來說 就高一點點 就偏離了他的中位數 就是他的中位數有2.1個標準差 相對是貴一點 貴了一點 但又不算特別貴 他以往都試過是高出了那個 超出了這個格的 那所以如果2202來說 我覺得可以有得想一下 好 是啊 Lauren Smoak說 隔離屋裝修中沒有辦法 我也沒有辦法 Lauren Smoak說 對 看到那隻熊貓什麼什麼都想笑 我也印得很辛苦 才說那隻股份 唉 他說得這麼有趣的名字 我也不知道怎麼說 好 接著 還有沒有 先搭著這麼多 現在有裝修中 比較吵 好 今晚美國公布的經濟數據 不是那麼多 包括有11月代售房屋指數 還有12月的消費信心指數 照計這幾天都應該平平穩穩 似乎都是 挨近上 挨近三萬 你那邊收入的機會多些 不要亂沽空著 那見到這裡的節目時間差不多 明天再和大家再見 拜拜